尽管中共大力宣传七一见证日 但海内外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声浪越来越高 继福建人大代表河南副处级官员已征明退党后 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潘仁强 也在七一这天表示要用征明退党退团退队 继福建人大代表李连炮公开三退 河南副处级官员始终委在网络实名退党后 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医厅法官潘仁强 日前也向新唐人表示七一退党的意向 随着2004年底九平共产党问世 大陆民众三退的人数每年递增 尤其是近年来大陆群众抗议事件不断 民怨四起民众对中共的认识也越发彻底 同时通过海外退党中心办理三退的人数和方式 群体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上码头上联合国讲大陆来的那些官员 他就是怕有录像挡着他那脸 但是一跟他说我用画面就可以退 或者用一个小门 他马上点头的眼睛还使劲眨 已经走的时候他把那手倒背着 就是抱拳就是感谢你 就是变化真是很大 因为现在退党到时候 这样的发展速度 连这个中共高层都成王党危机 所以他们是七了八十了 都往里面再拉搞一些宣传 其实是很愚蠢的 这个党一定是无人可以挽回了 不管用什么样欺骗的手段 用什么方法都是挽救不了 中共邪党灭亡的命运的 截至6月28号 中国民众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 超过了1亿4千万 退党义工们表示 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开始觉醒 认清中共本质 他们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 为自己做出了美好的选择 新唐亚太电视张天宇采访报导